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九九零年演说 before I go any further, I wish to make the point that I intend making only the few preliminary comments at the stage I will make a more complete statement only after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nsult with my comrades 在我进一步 继续说下去之前 我想要先讲一些东西 那我想要呢 讲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个 preliminary comment 是一个很初步的 我还没有跟我的一些同事商量过 因为他那时候在监狱里面写的嘛 没办法商量 所以他说我将会会有 后面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statement 一个声明 在我有机会和我的这个同事们 consult with 磋商之后 我会有一个更进一步更完整的说明 但是这边就是他开始讲 因为前面的谢谢一大堆人 谢完了 现在开始要讲他自己想讲的话 今天, the majority of South Africans, Black and White, recognize that apartheid is a new future It has to be ended by our own decisive mass action in order to build peace and security The mass campaign of defiance and all the actions of our organizations and the people can only culminate in the establishment democracy The apartheid destruction on our subcontinent is incalculable The fabric of family life of millions of my people has been shattered Millions are homeless and unemployed Our economy, our economy lies in ruins and our people are employed in political strife Our resort to the armed struggle in 1960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military wing of the ANC, UNKUNTO WEZWE which is a purely defensive action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apartheid The factors which necessitate the armed struggle still exist today We have no option but to continue We express the hope that the climate conducive to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will be created soon So that they may no longer be the need for the armed struggle 这段比较长 但意思不难解释 这是曼德拉真正想讲的话 今天呢 多数的南非人民呢 不管是白人黑人 都 recognize 都认知到 这个apartheid 这个种族隔离是不可行的 no future 没有明天 没有未来的 大家不接受 所以呢 它必须要被ended 被结束 被终结 经由什么 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一个 mass 大量的一些行动 希望是in order to 希望建立一个和平跟安全 所以这个种族隔离 没有未来 所以比较终结 我们有大量的一些那个和平啊 甚至一些暴力的啊 必须要暴力的是暴力啊 必须经由这些各种手段呢 建立和平跟安全 那这个各种大规模的活动呢 of defiance 就是对抗 不服从对抗 啊 就是对那个南非的白人政府这种对抗 还有其他很多行动啊 就我们这个各种组织的各种行动 还有人民嘛 can only cuminate cuminate就是完成 打到高峰的意思 啊 要怎么样才能打到高峰 最后的阶段 到底怎么样才胜利呢 就是建立民主 不 不达目的绝不中止 没有建立民主政府 没有建立民主政治之前 我们绝不中止 啊 这是曼德拉所讲的 所以他前面说 我有一些话要讲 但是我还没有跟我同事 所以我这边只是一个 preliminary speech 只是一个初步的 但是是他的意思 那这个 总数隔离造成的各种破坏呢 在我们的subcontinent is incalculable 就是南非就吃大陆了 就南非 不 非洲是整个大陆了 就南非吃大陆 就对我们这个 整个南非啊 伤害 是 incalculable 是可以计算的 而且在那计算当中 啊 大家后面讲 the fabric family 不要说这个fabric 是材料 是纤维啊 不是 就是那种体质啊 材质啊 就是那个 它是一种隐喻的说法 就是 我们家里的方方面面 就是我们家人 这数以百万计的家庭 整个体质啊 shatter 就其理止善嘛 家破人王 就这意思啊 其理止善家破人王 那数以百万计 还有那个无家可归的人 就是也没工作 数以百万计的人 要么就是 无家可归 要么就是 没工作 所以那时候当然过得惨嘛 不过得惨 他慢着啦 不搞这个东西 这白人有时候 欺负其人 黑人也是无限上纲 那我们的经济呢 Light in ruin 这是在废墟当中 没什么经济啊 然后我们的人民呢 就是Employ 就是卷入什么的意思啊 卷入这个各种 政治上的一些纠纷当中 政治经济都没搞头 然后resort 也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啦 名词也可以当那个 什么去这个 去那个休憩啊 去哪里玩啊 度假俱乐部 度假中心啊 也可以当诉求啊 意思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次 1960年开始的各种 这个武力的诉求呢 然后就是 Wid formation 就是有各种的这个 军事上的一种建制 建立 就是它是一个侧义 它是ANC的侧义 然后以及我们的民主 前面讲的民族之毛 这是曼德拉的 ANC不是曼德拉 ANC是整个非洲大陆的 或者至少整个南非的 整个南部非洲的 所以南非跟南部非洲不一样 民族之毛这些 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民族之毛呢 作为这个ANC的侧义啊 非洲民族联盟的侧义啊 它只是一个 因为它用Wars嘛 所以这不是两个单位 只是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民族之毛呢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 很单纯的一个 防御的一个 action 一种行动 去对抗这个 种族隔离带来的暴力 我们只是自我防卫 但是 你打我 我也只要打你啊 但你不能说 我被你打 我还手了 叫做我武力啊 不是啊 我只是防卫啊 震荡防卫啊 所以两边在打架 一般搞不清楚的 搞不好 一个人把另外一个打死 这个王八蛋打死人家 脑筋清楚就说 他为什么会打呢 哦 这个死被打死的 他先动手 先吃了他一刀 先骂他一家人 又吃了一刀 然后另外一个受不了了 还手 失手打死了 要搞清楚 他不是 不是 当当打死他 可是要 要有一个前因后果 好 所以台湾以前 常被诟病啊 大车撞小车 小车撞 这个 脚下车 大车一定倒霉 那不一定啊 那如果脚下车 是闯红灯呢 那小车要赔啊 有时候警官 这个法官 哦不啊 你撞到人 撞死人了 你要多少赔一点嘛 人家都死了 这 这两回事嘛 那这样子以后 那个绿灯谁敢开啊 啊 绿灯我就好好开 就有人闯红灯 被我撞死 法官说 人死为大啊 你多少赔个五十万一百万吧 那以后谁敢开啊 就是 他没有责任 就是没有责任 那你说 你撞死了 你说我没有错 可是 看来可怜 我自己要捐一点钱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不能法官就要捐啊 是不是 那行人闯 闯那个平交道 被火车撞死了 那要不要政府国赔啊 这有时候你错就错 不 那不然这个 不然这个 这个 这些规矩法律定什么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没办法 所以你自己要去 你要去闯红灯 那怎么办呢 那一百个人全部说 都没有钱 我就一百个家庭过不下 我全部去闯红灯 全部被撞死 然后都要国家赔 不能这样子嘛 法律就是归法律 可怜归可怜 你说 后来的小孩子政府拿去给他这个 弄到什么 安养越南 弄到什么 儿童照顾机构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事情对 就是对 错就是错 就是我们必须要武装起来去奋斗呢 这些原因呢 今天仍然存在 因为你 你对我不仁 我对你不义啊 你先欺负我 我保护自己啊 你一般人不欺负我 我就不会自我防卫啊 所以这个原因 factors 还存在啊 你们现在还在欺负我们啊 那我们没有选择啊 我们只有继续啊 继续抗争啊 那抗争就是会流血啊 没办法 那我们也表达我们的希望 这是一个climate 一种 一种氛围啊 可以引导这样一个 他可以来 你跟我去坐下谈一谈的 一种settlement 一种安排 然后这个可以建立啊 然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啊 再去做武装 就坐下谈嘛 因为你们白人不谈啊 你又欺负啊 那我们说不要欺负 我们坐下谈 你白人说谈个屁啊 你黑人谈个屁啊 那我们做武装啊 所以曼德亚说 希望就是说 我们武装是不得已的啊 那我们也希望坐下谈啊 谈一谈再说嘛 如果人谈 我们干嘛要打呢 那你不谈啊 又欺负不谈啊 他说 我是一个很忠诚的 还有纪律的一个这个 这个非洲 国家议会组织的成员 因此呢 我完全的informed agreement 完全同意呢 对于这个非洲议会呢 他的目标策略 这也跟策略差不多 技巧啊 都差不多 战略的策略啊 我对非洲议会的目标 战略的策略啊 我都完全赞同支持 这一切之后 这一切都不屬于 那一切都不屬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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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不屬于 那一类人 I feel duty bound to make the point that the leader of the movement is a person who has been democratically elected at a national conference. This is a principle which must be upheld without any exceptions. 就是呢,我们团结我们国家的老百姓的这种需求呢,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直都很重要. 没有一个单独的领导人可以承担所有的重责大任,所以他这边还开始讲民主嘛,以前那个还没有民主之前就是一个议会,或者是一个团体,领导人也没有任期做一辈子,民主就是选谁就是谁啊,老百姓选谁啊,有任期限制啊。 你现在是领袖,以后人家不喜欢你,就不选你啊,甚至还可以罢免。 所以我觉得民主国家那个罢免机制不能太高。 那你选上这个总统,这个总统是老虎,怎么办,选错人啊。 那选人当初也承认选错了,不能换,换不了,门槛太高,所以这个总统的门槛不能太高。 所以在我个人观念里面,当初那个,不管是修宪的啊,或者是这个,这个,不管是国民大会啊,国会议员啊,就把门槛, 罢免总统修得很高高在上,修得非常高,简直是换不掉的,王八蛋,我讲的,王八蛋,不能换啊。 但也不能太容易换,就是你要,你要一个,就是说,差不多一个比例,就是有相当程度,啊,比如我们讲民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讨厌你,这个很严重啊。 啊,你说有百分之一的人讨厌你就换掉,那也太夸张了。 你说要搞到,要很难,一定要,要超过四分之三以上,那基本上你这个公司法嘛,你百分之五十一,你就是老板了,是不是啊? 那你又说不一定百分之五十一,又说百分之二十五几,你就最大了。 啊,你看台积电,有没有一个超过百分之五十一,没有啊,有没有一个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没有啊, 它很多,很多公司,最大的股东,单一股东,狗马百分之二几啊,对不对,那其他都百分之十几,百分之五,百分之三, 那台积电,你有个百分之三,百分之五的股票,那不得了啦,百分之一也不得了啦。 这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身为领袖呢, 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呢,啊,啊,放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组织上面,呃,那个之前呢,啊,然后我们要知道民主, 因为什么在组织之前,民主嘛,民主是最高嘛,才是团体的利益,才个人的利益嘛, 啊,那,那,那君主是,很多,很多都刚好相反,个人是最高啊, 民主太狡猾,民主是嘴巴,嘴巴里来讲的,所以很多人说真人物,嘴巴讲的, 就假的,啊,真的他不讲啊,他,他,他要搞好处,他不讲啊, 他讲老百姓藏在我心,嘴巴讲讲, 实际上,回头一做,又,又不是,又不是那一回事,啊, 啊,然后让这个,民主的这个,基础的,structure,啊, 决定我们的未来,有关于这个,这个民主的,这个实践呢, Pratis,实践呢,所以律师,啊,会计师,啊,职业叫Pratis,啊, 他的特殊,啊,这个专业,专业人士,叫Pratis, 这个有关于民主机制,啊,要,要,要怎么实现的问题呢, 怎么实施的问题呢,啊,我觉得很有责任感, 啊,我这里曼德拉杰,Duty Bound,啊, to make the point,我必须要讲清楚,一个领导者呢, 我们这个运动领导者呢,他是一个人呢, 他是必须要被选出来的,啊,不是我自己想做了就算, 要自己选出来的,啊,经过,而且是经过国家的会议选出来的, 选出来的,啊,当然有的是,民选,叫直接选举,啊, 有间接选举,呃,这个,有那个, 参众两院选的,啊,就等等,就反正要选举出来的, 所以真正领导人要选出来的,啊, 这是一个原则,一个principle,一个原则, 而且呢,没有例外,没有例外的实施, 所以这边他开始讲民主,啊, 所以他那个,前面是谢谢一大堆人, 接下来就说我们要废除种族隔离,啊, 啊,我们要那个自由民主,啊, 啊,讲这些东西,是, 但是以那种氛围来讲,很难,难如登天, 白人就说就是我们,啊, 就是白人,啊,那黑人怎么可以选举,啊, 怎么可以当候选人,不行, 这种族隔离,啊, 曼德拉尼想选总统, 哎,结果后来没几年真的选了, 啊,因为黑人还是多,嘛, 所以黑人就是,啊,没办法, 我跟你用武力啊, 还有国际上很多国家就是南非禁运啊, 禁运啊,啊,就是封杀, 国际舆论啊,封杀,啊, 因为那个钻石矿, 那个南非的钻石矿利益太大了, 啊,今天呢, 今天呢,我希望您报告, 我向你们报告呢, 就我今天说的谈话呢, 就是跟那个政府谈话呢, 我们的标,就是, 就是我以后跟那个政府所有的谈话呢, 都见基于,啊, 都持根于什么, 就正常化, 就是政治的, 这国家政治的正常化, 常态化, normalizing, 正常化, normal就正常嘛, 那我们到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开始谈,啊, 还没有谈这个有关于这个各种的基本的要求, 我还没开始谈, 所以他这边说, 讲来前面吗, 我先preliminary, 啊, 接下来我会跟我的同事, 商量请我会有个正式的一个, 完整的说明吗, 啊, 所以这边指他, 先表达一个初步的想法, 啊, 那我想要强调, 我自己呢, have no time, 啊, I have no time, enter into the negotiations about the future, 啊, 我自己呢, 啊, 我自己算是那个, 啊, 领导人物呢, 可是我自己, 把自己放在其次, 我自己并不会参加, 啊, 我自己不重要, 因为跟英国政府谈的, 不是我曼德拉去谈, 我只, 我只个人, 是非洲议会去跟他谈, 那如果我是非洲议会的成员, 那另当别论, 就是, 我没有那么大, 我曼德拉, 没有说我曼德拉自己一个人代表, 所有的南非黑人去谈, 不是, 也要民主, 也要选出来, 是要前面说选出来, 啊, 所以呢, except, 除了, 我坚持, 这个会议是要在ANC非洲联合议会, 跟那个政府来谈, 这是两个单位去谈, 不是我曼德拉去谈, 那你说我曼德拉是其中一个成员, 那另当别论, Mr. Day Clark has gone further than any other nationalist president in taking real steps to normalize the situation, however, there are further steps, as unlike in the Ferrari declaration, that they have to be met before negotiations, on the basic demands of our people can begin, I reiterate on call for inter alia, the immediate ending in the state of emergency, and the freeing of all, and not only some political prisoners, only such a normalized situation which allows the free political activity, can allow us to consult our peopl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mandate, 就是然而呢, 我们有一些, Adera further, 有一些进展, 就像是已经那个在这个, 一个HERARIA一个宣言里面, 已经所标示出来的, 那这个宣言的DAT, 已经有一些需求已经开始被去面对了, 就是在正式的沟通之前, 就是一些人民基本的需求, 那我reiterate, 前面有一个, 这是戴克拉克呢, 这刚刚漏掉, 戴克拉克是谁呢, 当时的南非元首, 白人戴克拉克, 他已经, Gun further, 已经走了比较远的一步, 比其他的一些, 其他白人总统, 他比较有诚意, 他跟我们谈, 已经走一些实时的一些东西, 前面已经要谈, 已经对于正常话, 已经谈了一些东西, 所以这边才讲, 已经谈了一些, 就有关于这个, 在民的一些基本需求, 那我重申, reiterate, 我重申, 我们的要求, 这个是拉丁文吧, inter-allia,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尤其是, 特别是, 最重要的是, 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这边故意掉一个书带, 最重要的是, 就我重申, 最重要的是, 首先, 当即之物, 是immediate ending, 立即的宗矢, 这个国家的一个, 紧急状况, 因为这是, 这个国家一般不紧急命令, 不得了啊, 什么宵禁啊, 这个自由, 这个自己没有, 因为南非要实施种族隔离嘛, 他有紧急命令嘛, 所以这个不好玩啊, 就等于是军方, 军方控制嘛, 那军方一控制的让, 那还有, 还有好话嘛, 都是带枪上街啊, 不行, 对空鸣枪啊, 不行就打人啊, 然后, 我们要释放所有的这个, 政治犯, 所以他这边说, 最重要的, 当地之务, 第一个, 取消这个紧急命令, 不要由军人控制, 然后呢, 取消这个释放政治犯, 我是第一个释放的, 但后面还有很多政治犯也要释放, 而只有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态势, 因为紧急命令就不是正常的社会嘛, 关政治犯也不正常嘛, 所以有一个指标啊, 所以国际上人群组有一个指标了, 说哪一个国家政治犯, 越多就是越不自由啊,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很被人家攻击, 说你政治犯很多啊, 那中国都没有啊, 不是政治犯啊, 他是违反这个违反那个, 其实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讲话批评政府啊, 所以一个国家因为你批评政府被抓, 这就是政治犯啊, 那不然这叫什么犯, 抢监犯啊, 切刀犯啊, 所以一个国家, 这种人越多, 这国家, 所以你说, 中共也不要老是说, 人家为什么讨厌你, 歧视你, 天底下也没有谁真的有那么大的仇恨, 很多是你自己怎么做的, 你说不要对我说餐道士, 那怎么办呢, 那北韩也可以说不要对我说餐道士, 古巴也可以说不要对我说餐道士, 那你说历朝历代, 到了昏君的时候, 到了家破人亡啊, 这个天地, 这个老百姓没饭吃的时候, 皇帝也会说不要只在那道士啊, 我内政啊, 不是这样子嘛, 就是人还是有个普世价值嘛, 是不是, 所以你就不能让人家讲你坏话嘛, 而且不一定是坏话, 人家是讲真话嘛, 你就要抓人家, 抓人家, 那国外也看不下去了, 因为他可能有亲戚朋友啊, 跑到国外, 像那个国会议员啊, 申诉啊, 像人权主持啊, 人家就出来主持正义说, 哎呀, 你怎么可以关人家啊, 人家怎么言论自由都没有啊, 你不要说餐道士, 他是偷东西, 他是怎么样, 或者这是我们国家提示, 他意图颠覆政府, 没有人相信啊, 所以有的时候, 很客观的来讲, 你怎么做, 人家就什么反应嘛, 所以中共有的时候, 人家骂你是因为你有些地方做太离谱, 但你说没有, 我做得很好, 那就是你的水平不够嘛, 你说, 有人说我杀人, 我有什么犯法, 你说杀人当然犯法, 怎么可以杀, 杀人为什么要犯法, 那你就没得谈啊, 有人去吃饭, 结账不给, 吃鸡还要给钱啊, 吃饭还要给钱啊, 谁规定的, 法律可能没有规定, 没有规定, 可是这不用讲啊, 吃饭就给钱, 天金第一了, 你说没有, 你给我翻, 六八全书, 哪一个吃饭要给, 你翻不出来, 那我干嘛付钱, 就是有些人他里面最基本的, 做人的观念他没有, 你骂我政府, 我管你是应该的, 我杀人是应该的, 你说我杀人不对, 我不应, 这是你莫名其妙, 所以有些问题他就产生在这, 他基本的观念就, 就跟人家不一样, 那不一样你就排斥你啊, 那排斥你就说, 那你为什么要排斥我, 那可是很多大陆老百姓也说, 我们政府最好的啊, 因为中国人太多了, 他不这样子管不行啊, 所以很多, 替政府讲话那可以啊, 那哪一天你被整的时候, 你就讲不出话来, 你说不会, 我一辈子不会被整, 那你运气不错, 那你不要说你自己, 你亲戚朋友, 你认识的人, 哪一天因为什么事情被整啊, 讲了几句话被关起来了, 出不来了, 你到时候就不要后悔, 很多事情迟早会轮到你身上来, 所以就是说, 中共也不说不好, 就是有些地方, 自己也稍微了解一下, 你要知道人家怎么看你, 为什么看你, 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能改就多少改一点, 你说把全部改也不可能, 多少改一点, 只有在这种正常的一个状态之下, 才会允许一个更自由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 也可以让我们呢, 可以让我们跟老百姓好好磋商, 然后我们得到一个mandate, 就是选民授权的, 我们才可以来选举, 所以这边就是慢慢的这个朝选节来做, 我们把这一段很长, 讲完就是这边做个第二篇做个结束, 剩下就是第三篇讲完, 所以, 我们必须要在哪里的东西, 需要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 在哪里的分析, 会有些人需要、 在哪里的生活中, 在对这个国家的生活中, 在哪里的作品中, 在这边的生活中, 在哪里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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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gotiations under dismantling apartheid would have to address the overwhelming demands of our people for democratic and non-racial in the unitary South Africa. There must be an end to wide monopoly o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fundamental reconstructing of ou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to ensure that inequality apartheid are addressed and our society thoroughly democratize. 这人民需要去磋商跟一些人就是和他们去negotiate和商谈有关于去谈一些内容那这些协商它不能够发生不能够举行不能够举行什么不能够在一个这个 above the hands or behind the back of our people 其实不能在人的后面在人民后面在人民之中不能欺瞒百姓不能暗详交易我们要公民政大的不要说我们批事密谈 这个很多喜欢批事密谈所以台湾立法院以前很糟糕最喜欢批事密谈前面通过了不算我们来密室协商我们来政党协商前面都不算退翻了这很糟糕 但是有没有录影带没有就我们几个党变几个几个来谈谈完之后变了变了变了那前面表结个屁啊 这以前很糟糕 所以以前那个以前的这个前院长你说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讨厌不是没有道理 他也不会啊我是为了国家我是谁不是为了国家 是不是我今天杀了一个人啊我也是为了国家杀人 这是话你自己在讲但是人家是看你做什么事情不是看你像嘴巴在讲 所以有些人嘴巴像嘴巴上讲的一套啊好听 实际上不是但是只有他自己相信别人不相信 这是我们的信念 这是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啊 将会被only be determined 被谁决定呢 被一个实体啊就是一个 政治民主经过民主机制选出来的 而且是一个跨种族的一个基础上选出来的 这些人才能决定 不分白人黑人 下次选举搞不好选白人啊就是白人啊 选黑人就选黑人啊 而选台湾人就台湾人啊 所以以前秘鲁总统是日本裔的啊 那这不是不是秘鲁人啊 日本裔的啊 是不是 爸爸后来又换女儿了 但是后来求了贪污了 所以被流放了 所以我们这些协商呢 就是要在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dismantling 我们消除解散 解散这个种族隔离 我们这个至少我们来谈这个 我们来协商 那这个 where I have to address 你说address是地址呢 是不是演说 是但也不是 这英文一直都很讨厌 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面对解决 我们就是面对解决的这个 open women 就是很大的一个一个需求呢 就我们人民对一个政治的需求 还有一个对跨种族的 不分种族的 unitary 就是一个单一化的 一个单一化 就当为一个整体嘛 就不要去分那个 南非是有黑人 有白人 有钱人 穷人 这个那个那个 就是单一个体嘛 美国这个单一个体 因为美国有很多人啊 那你就去分 那如果像这个一样去分 美国我们就说 美国的墨西哥裔的 跟亚裔的不合 白人跟黑人 不是嘛 美国就是一个 一个单一个体 国家就单一个体嘛 所以台湾这些年闹得很凶 国家认同 所以很简单 就三十年经济 没有什么 没什么涨金啊 就这种问题 就是 他必须要有个镜头 对于这个 白人的monopoly 独占 独占政治力量 就白人统治必须要 必须要 有 必须要 忠实 不会说不让你白人统治 而是说 你要透过选举啊 如果选你白人当总统 那没话讲啊 而不是你霸占的位置啊 让黑人 不能是 候选人 那不行啊 这个必须要忠实 然后一个很基本的 restructuring 一个重新建设 我们的一个政治 跟经济的系统 去确保什么呢 确保 种族歧视的不平等 equality是平等 inequality 不平等 这种族歧视的不平等 address 被面对 被讨论 被解决 然后呢 我们的社会呢 才会 theorally 才是全然的 一个民主化 所以这边 就他慢慢把 他的核心思想 所以他就说 我 从建议方筛之后 我有些话要讲 我先初步讲一下 我希望费族种族隔离 我希望这个自由选举 选举谁选上都可以 然后选上的政府呢 我们这个选上的 然后跟那个白人政府来谈 谈完之后 我们就民主 民主之后就 总统大选 谁选上就是谁 后来曼德拉 他也当选了 那我们这边是 中间这一段 然后下一篇 我们就把它讲完 谢谢